各位好,假期了,投票了沒有? 我不是很想理,九月我想我香港人也不太緊張 我們緊張國安法何時被迫收回 我們緊張共產黨何時被天滅,被美國滅了 還有一宗所謂震撼新聞,有個嚴厲夢 嚴厲夢去了BOOMBO訪問他,有人說這個震撼彈 我看他的內容,他是甚麼呢? 所謂後博士研究,普通一個研究員 當然他在香港爆發了香港大學的官僚 幫忙維穩,掩蓋消息 我相信對香港大學的衝擊很大 就是學術信譽,因為你知道話又不說 還有就是,有些說法 美國那晚始終有個P4實驗室 四月的時候有人跑出來會爆發 如果是他,那就比較可惜一點 不是很爆炸 他說的說話,基本上已經報導了 西方 不過唯一就是,原來過程又詳細了 讓人知道怎樣掩蓋消息 本來想說一下,嚴厲夢 但是呢,現在今天你看到的重要性 因為差不多十天了 美國特朗普要簽香港自治法 而在簽之前一兩天,不是一兩天 是星期四,九日 新疆四個高官被制裁 一般人似乎忽略了這些連貫性 包括嚴厲夢爆料 這些事情有一個連貫性的作用 即是呢,是正在做一個新聞的 即是一個聲勢的 高潮應該是後一點的 正式反擊這個香港國安法 又用這個香港自治法反擊 新疆四個高官是哪四個呢? 陳全國,前政法委書記新疆的 政府副主席兼公安廳黨委書記王明山 前公安廳及黨委書記霍劉鈞 政法委書記朱凱倫 這四個列入制裁名單 他們的錢,他們家人的錢 全部商品交易都會制裁 新疆,說了很久了 他用的是Maneski Act 即是你不用用這個香港自治法都可以 純早就可以了 新疆是否通過一條制裁的法例 早點,早前的,早過香港自治法 所以,即是說被人落實了 新疆落實了 香港怎會不落實呢? 所以香港自治法就落實了 有多大的scale 有多大的影響 會出現什麼爆炸性的局面 大家未來這幾天就會看實 我們屈了這麼久,鞠住氣 應該會順一點點 香港國安法就通過了 大家又怎樣了? 怕就怕完了,怕怕就不怕了 依然有些勇敢的市民照樣說話 包括我在內,走心不通氣 開始被嚇怕了的KOL國人 各位香港的Youtuber 越是紅的,責任越大 現在提醒你了 你也有責任為民請命出聲 人家先說了,你也不跟著 是不是? 很肉酸 普通市民上街說了 冒險最大 真是對著警察 警察受不了,就一下子衝過來 至於網上有些什麼人亂說話 有些人亂說話 你警察有多少的? 怎樣追什麼? 還有你拘捕我,我未必該 你最重要是不怕 你想想,什麼時候要拘捕 排得旗,上得停 好,國安法收回了 你這麼怕,自閹做什麼呢? 國務院通告香港自治法 等待總統政府接觸 其實這是很近的消息 即時新聞 報了兩次,我看《信報》 有報導指 歐美銀行正在進行客戶篩選 以辨識可能被美國制裁的中港官員或企業 大劑了,說要中置業路來往 但當然受到重創 當然這件事 擔心如果美國要遵守 即銀行要遵守美國的制裁要求 那又可能違反《國安法》 大家又懂得多些 原來《國安法》急急去看看第29段 裏面第4段 這條《國安法》真是整條都是寶 原來它想了很多東西放在那裡 是預期進行一場中美冷戰裏面 拿著這些武器 預期美國制裁香港 它有什麼方法反制 放了這些東西在法律 於法有據 因為美國都於法有據 現在它真的通過了法 你要知道《國安法》還是先 比美國這條《香港自治法》少少 即它就說這句之前 參議通過 它之後就參議通過 等總統簽 拖了幾天 你看兩邊 如果你說它夾定 就不可能 即是傾斷了是不可能 即蓬佩奧什麼呢 但是我整天的判斷就是 他們各有各港元就 各有各回去 照樣繼續他們的工作 如果我們看到這些消息 最新的消息出現 大家都應該安心一些 特朗普連任這些制裁都會繼續 即是說中美這場冷戰已經開打了 當然最重要的是 在共和黨的那班人 走去幫拜登助選 即是共和黨上一任的官員 上一任布殊的官員幫他助選 很怪異 但是如果你要看 因為這條法例 和去年的人權民主法 是兩黨共識通過的 是一致通過的 一致通過 全票通過 即是說民主黨本身 都是國內的立場一樣 這個已經是形成了共識 你說轉了拜登 拜登可能更奸些 做事更噁心 即是總統差不多 即是滿口謊言 但是他方言言 即是說特朗普這樣 大嘴巴說完 他依然是一層一層照做 這些我們要明白 美國政治就是這樣 有些涉及國策的事情 是沒有大分別的 沒有大分別 即是我們現在你看到 選舉迫近 那美國要制裁中國 中國要制裁美國 其實是不是要停停呢 不聽 照樣來 就是變成這個形勢 那如果四個新疆高官被制裁 那因為香港自治法 而制裁的人是哪一個呢 呼之欲出 韓清和汪洋 怎樣都名 因為上次共和黨的報告 研究報告怎樣都名 沒有理由 最少玩著兩件 都是駱惠寧和夏寶龍 夏寶龍 林鄭 我猜是這樣 如果你說 直接點了名林鄭制裁 香港人都覺得 舒服了 即是不要舒服了 有些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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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繼續抗爭 而對著抗爭 就是繼續加強 你加強 美國又加強 那便移動到韓正汪洋 我覺得分兩個階段 機會更大 但是一下子就砍到韓正汪洋 那裏 機會是有的 有的 我們很快就知道了 想不知也難 因為既然是新疆四個高官 那四個高官都是夏寶龍級 夏寶龍和駱惠寧級 你看到新疆都制裁了 香港這麼大件事都不制裁 即是這麼嚴重的情況 都不制裁 但是問題就出現了 中共怎麼反制呢 其實香港的銀行家 大家不用什麼 如果有人做金融 那些都知道 其實他們全部都在部署著 即是面對這些事情 在部署著 即是預了要有事發生 所以這些都不是太秘密的新聞 問題就是那些金融機構 面對這個情況 它站在哪邊呢 兩邊都不讓它退 但是中共可以怎樣呢 根據國安法第29條 他說對中華第九條 29條 不是 29條的第五段 第四段 對不起 29條的第四段 對特區政府進行制裁封鎖 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制裁封鎖 蓬佩奪 嫌疑 又捕他 武闆 但多一箱 即是你不能拉他 國務卿 他下令 美國國務卿下令 拉國務卿的人 進行制裁 封鎖 這樣就動些銀行 你銀行因為是法人 你進行制裁封鎖 這樣都能動它 這樣就精彩了 但29條是說什麼呢? 剛才說的第四段 29條是警外機構組織攝取收買提供國家安全情報 或者請求外國機構人員實施 或者間接實施的支援以下行為 實施要求支援等等均屬犯罪 其實本來是針對我們叫美國制裁 或者香港有些人去美國遊說就叫他制裁 這些行為一來幫他給情報 二來就串謀勾結支援人 在行為之一就是實行制裁 大家看到這裏完全明白整個原來他們在計劃 我們和我估計不是差很遠 不過現在清楚了 兩個大國真的在理真 鬥了很久現在就埋牙了 埋牙之前香港突然變了重要的棋子 就是磨心好 旗幟好 前線好 而中共這邊就為了預防美國這邊有行動 所以急急通過了港版國安法 就拿了武器在手 你來我就跟你騙過了 希望勇敢嚇著對方 而我們表面看 美國就好像疾疾疾 沒有什麼去做 好像有點軟弱 但看來他有一個比較長的計劃 而這個計劃就是跨國總統入期 無論如何他都要一步一步去做 一步一步去做 最終的目的都是要搞跨共產黨 這是他們的國策 而香港問題 台灣問題 其實就是一些前線的問題 尤其是香港 剛好這條國安法 香港優了都要去前線 我們原來站在前線 因為他都要出師有名 出師有名就要幫香港解放 拯救香港 被中共迫害 以為收人 接著制裁 制裁香港銀行 用這件事帶入冷戰 整個開打的陣勢 用這樣來開打 當然剛才說了嚴厲夢這件事 都是其中整個大鬥爭的一環 開始打這個宣傳戰 宣傳戰之後就會跟著實質 因此有些什麼制裁 有些什麼指控制裁等等 都會跟著來 相信就會很精彩 我做這個視頻 本來沒有講政治 但是現在變成不重要 大家都好 大家都提升水平 在這些情況 今天星期六 不知道還能否投票 明天好像投票 我完全不太清楚 也沒心機去講初選的問題